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漫戰隊 我們繼續講回這個2021年10月新版的回顧 第二節來到這個轉生系異世界類的翻組 第一節一定要講的就是一個無跡轉生到二世間拿出真本事的後續季數 應該是第一個是後半 我們上次講的時候都是因為Ludy經過了魔大陸的轉移事件 跟他家人各種東西 他自己一個跟他的女伴也遇到新的同伴在魔大陸慢慢想回家 這下半季主要是講了Ludy怎樣經歷艱辛之後 就遇到他的父親和其他的伙伴 也遇到他一生之中其中一個最大的敵人 這些都是比較鋪後面季數的東西 但整季看起來是沒有Dework的 故事鋪得也算不錯 我自己看得很開心 因為他裡面見到很多細節處理 尤其是動作、打位的細節處理是做得很好 你會見到他在打的時候會有很多不同的面部表情 那些手的活動 那些全部你看得非常流暢 打得很漂亮 另外他自己故事方面 其實本身我自己覺得也有趣 他由魔大陸那邊怎樣回到自己生活那邊呢 其實也有趣 我裡面比較深印象的就是遇到他父親那一節 是 因為他一見到他父親的時候 其實他父親整個人是殘了很多 殘得我都不太認得他 然後他很開心地去跟他父親 但他父親就覺得是游山換水 你沒有想過去找你的家人嗎 在那裡吵架他 那這一節其實我覺得是挺好看的 之後他去那些劇情其實也有趣 譬如他說去找王子那裡 哈哈哈哈 王子那些位置也是我猜不到他這樣解決 還有也是猜不到他可以用差不多大罐炸的時間 跟你買模型 哈哈 他銷模型那天真的很冷靜 他真的出了這件東西 真的 他用了5分鐘的時間解釋 到底你那時候弄的模型 你的表情啊 原來可以拆開 拆開的時候有第三隻手藏在裡面 那些表情啊 那些玩具是王子弄還是Ludy弄的 Ludy在第一季的時候 他弄了一隻東西然後拿出去買 啊 弄什麼 就是講那一隻 Loxy那一隻 然後被王子買回去 然後從此之後 叫王子買回去 他放棄王位那樣 每天都掛著追那隻公仔 但我算了 因為我時間關係我還沒清理 我之後會清理 因為我挺喜歡這個作品 但是 我看了別人剪出來的那些短片 在那裡拍的介紹那隻figure 有3D圖去做 我以為在看那些figure廣告 你什麼樣子 那些figure廣告沒那麼漂亮 然後說怎樣 那些figure拆開 你是不是那些原機呢 拆開之後還有另一層的 他最滑龍點精就是 就是說 但不知道為什麼他手上有一點 我自己磨走了 然後Rudy跟他說 你這些太過天真 太過膚淺了 你知道那點代表他是什麼 然後說王子領不到 然後就說師傅 我要拜為師 那裡是笑得我 好笑的 真是 而最搞笑的就是 Guzmao真的出 可以嗎 那個計劃 我覺得他們是 合得很漂亮的 這下真的很漂亮 那些figure 現在有看的就知道 或者我看的一段片就知道 就是外面一層 好像爆甲 Cast Off 裡面就還有另一層 那一層就Sexy很多 其實我覺得Design是厲害的 外面就是很威風的姿勢 裡面就是手 其實還有另一隻手 在裡面 就是遮遮掩掩 好像很害羞 我也是厲害的 我想過這個方法 Design玩具 而最糟糕的是 那隻figure現在買廣告 那大家都想知道 你有沒有在裡面 Cast Off 現在過股是有的 但是官方就說 你買了就知道 還要用便宜的 那隻樣子 他現在沒有騷擾過 又沒有可以拆的 但是大家就在看 這個有條 這個應該叫得開的 現在每個人看著 就在想這個 是拆到的 好像買機下 在分不分地 看不分地 整個東西 就是以獨漫界賣玩具 來講 是一個很特別的case 我形容一下 上次買玩具 買得這麼開心 還有可以融入劇情 已經是冬來的了 真的拿一隻偶出來那次 是不是拿一隻土人 是一隻偶拿一隻土人出來 但是這裡買模型 是買到 我又生氣你不下 它是無恥到一個level 但你的歌很棒 還有劇情是 是因為那件figure 而令到王子 肯拜Ludy維斯 也都這樣去放了它 我覺得是OK的 他這樣解決到這件事 我真的猜不到他 但是你說回一些正經的事情 剛才 例如軒哥說的動作場面 是沒有跌過溫的 包括是 在前半段 在摩達陸 去到森林 他們遇到一些精靈去打劍士 甚至是我覺得 這季動畫打得最厲害 即是打龍神那一幕 都是打得很好看的 他龍神那一節 真的打得很棒 你真的會看到他 做出那種迫力出來 因為其實你看他前半季 你見到Ludyelodok 他其實是很厲害的 基本上見到什麼都是瞄 但是他在那個時候 你真的感覺到他那一刻 覺得自己不夠打 要出盡全力去跟他打那一刻 而他的畫面 真的表達到那種迫力給你看 我覺得他真的很棒 還有他寫故事線 他也不只是寫Ludy 他也寫Loxy 其實整個季度 你寫到 例如保羅 保羅在遇到他之後 他下一集有一小段 是說回他們經過了 轉移事件之後 究竟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保羅會變成這樣 再之後 就是我記得就是 反而保羅那段事之後 你遇到Ludy搞到大家 炒那麼大 或者Ludy是出手打他 打那個也是好看的 就是Ludy就不明白 為什麼你做一個爸爸 為什麼我見回你們不開心呢 而保羅就是覺得自己 喂 為什麼你的態度會是這樣 中間解決那件事的方法 是由他一個同伴 就是你覺得他是搞笑 就是之前在運氣間的其中一個 誰知道就是他和保羅在喝的時候 就是說 喂 你真的是一個廢物 爸爸 保羅在發貨氣 但是你想想 Ludy只有十多歲 像個小孩一樣 你想想一個人在摩大陸 經過了這麼多事情之後 其實作為一個十多歲的小孩 他做到這樣已經很好 到下一集 他們兩個人在酒吧 在談心 那一幕是做得很好 我覺得很好 真的 整集就完全是 因為之前那一集 你就會在想 到底保羅為什麼會是這樣 那他之後是用整集的時間 去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保羅會是這樣 而且也是說得到 他們兩個之間 為什麼可以和好的原因 是完全寫得很完整 是啊 在表演方面 我覺得這套東西 真的是下了功夫去做 是啊 搞笑方面 好像剛才所說 一些模型 甚至是我們之前說過 留盤廣告 我覺得他做了兩次 都很好搞笑 留盤廣告他一直笑 真的笑 他第二次被人放了 下了一個陷阱 他都是在嘴的留盤廣告 就是說 這裡也有風涼水冷 又不用當風 也OK 只不過用不到魔法 這樣 那個很搞笑 還有就是 但是最搞笑的那一刻 就是他 登堂倫 登堂倫 Good morning everyone 又說岔田說那一句 真的很難有feel 有些事情是他做 我知道什麼事 有些事情是他做 還是有feel 但是那一幕是 之後接回 原來他 真的是登堂倫 之後 他走了 那他分別就是 原來我覺得 救不了Ludy 在龍神 那麼厲害的實力下 我作為一個 被人認可的劍士 我都保護不了Ludy 他覺得自己不夠厲害 所以他修煉了 現在Ludy就覺得 你為什麼離開我 又說家人又 波登堂倫 你沒理由走了 那麼就 波登堂倫 給我卡 給我卡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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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回復他轉世之前 為什麼他會變成一個 不出去 不跟別人去接觸的人 那一段是寫得好 正經 混合其他劇情來講 這一季我都覺得很好看 他最後一集 就是說大小小小走了之後 他自己又是躲在那裡 又想變回之前 那種頹廢毛的人 但是他也會想得到 他自己是有什麼要去做 整集就在那裡說他 到底怎樣去振作 整個人 他就變成了 跟他未轉生之前的人 有什麼分別 我覺得描寫是寫得非常好 我聽你這樣說 我也是沒看過後半 但是 因為前半的開頭 就是那隻除廢 就是所謂的 但是 如果你說這一個 其實都是C Sun 1 只是他的後半 分開來播放 現在很多作品處理 有時候都覺得 可能他處理壓力沒那麼高 那如果你說 都是降回同一季看待 那 這個尾去接那個頭 那件事是很好的 是 就是一個Season已經很完整 如果再續季另一件事 我自己就很推薦這一套 那也都很希望看到之後 人神和龍神爭鬥之間的史詩式故事 以及影響到 就是 無論是Ludy或者他其他身邊的人 都影響很大 那我想繼續看下去 嗯 那都期待他會不會續季再繼續下去 這樣 那都 很多人會有空 就算開了麥克風也好 我都會繼續 那下一套 都是今季 較多人討論的 各方面都是 你本身可能留意 這個月夜類大老師的 一班觀眾們 特別我們的網台好友 和我的聽眾們 都是很留意他們 甚至說現在 日本的討論區 有一些人都特別留意 月夜類大老師 很多人討論 但是 本身這個作品 今季都是話題多的 可能外國那邊有些人挺喜歡的 所以都是叫做 幾多Noise的一套作品 今季來說 就是這個 世界頂尖的 暗殺者 轉身為 異世界貴族 嗯 初時這套東西 我看到前設是這樣的 即是 很無積的感覺 那些人拿去 無積給 又或者是 老師的事跡 大老師 大老師的事跡 令到我本身 期望值 放低一點 還有看完郡勇那次 玫瑰阿叔 是的 但是我現在看完 出乎意料地 我覺得這套東西 是不錯的 嗯 這套東西 他就說他原本 是一個 暗殺者 他就一個很厲害的 最強最聖的那些 他就當作是工具 去殺勇者 那樣 其實 故事寫得好一點 我自己覺得 那個理由也不錯 他就轉身過來 選完他的 轉身禮包 選完之後 就下來 你會看著他 都是由一個小孩子 去成長 他自己怎樣去鍛鍊自己 因為他為了日後 要殺到勇者 他就要令到自己 所有可以做到的事情 都會做完 包括了他要鍛鍊他的魔力 剛巧巧和模式一樣 就在說 那些魔力 你用盡了的話 就可以提升你自己的上限 這些不停地做 這件事又有點像 剛巧有人又過來教魔法 是的 又是女兒 初時又看不起他 想著他小小 那些廢柴 誰知道一夜就搞定他 這些劇情又是很像的 是無跡似的 大老師 大老師像無跡 人家大老師 已經掌握到天能的寫稿方式 是的 天能的寫出來 是的 他推特已經說他之前交稿 但不知道為什麼 12月他又說沒有交稿 他天能式去交稿 他那時候說什麼 說到好像是策劃過 不肯畫 賴鬼策劃過 說鬼人 可以不停在推特上 吵架 合作夥伴 我真的 精彩了 我們先說劇情 但是呢 接下來事態發展之後呢 我會覺得他 都是循序轉進寫的 他都 要寫的東西都寫得到 還有我會看得出呢 今次 蕭法令 蕭法令呢 是很盡力去幫他做這套動畫化的 因為他中間呢 是會補了 我看一些人說回來 就說他補了很多原作沒有的東西 也都 中間又加插很多不同的畫面 就是譬如說 他過場的時候呢 會有女神呢 會找到其他那些 搞不打敗的人 過來轉生的位置 這些呢 就是 動畫組自己加的 哦 但是加是ok的 ok的 ok的 我跟他說呢 那些加的劇情 是令到轉生的女神 是更立體的 因為呢 他有些是真的戰鬥系的 但是也都有一些很搞笑呢 找一個rapper過來 然後呢 他轉生呢 女神一起rapp 轉生了 是啊 是啊 是那種感覺 我找你呢 就是想用你的言語去 侮辱死一個勇者 然後 屌死勇者啊 哦 哦 激死他 最後就不成功了 他變成一個很普通的人 也都連說話都不會說 但是 但是 因為他只會rapp 是啊 那些人就說 都不知道聊什麼 都不知道說什麼 或者有另一個 就是他前世記者來的 就打算說 用黑材料來 令到這個勇者社會 看到勇者進去雞鬥啊 是啊 誰知道也是失敗了 但是他用這些來補完 其實女神不單止是找主角的 他其實是試了很多次 為什麼要試這麼多次 其實也有原因 這些補完位是 動畫組原創做得好的 那是因為大老師的作品本身 是留有這些空間 是被人做創作 蕭花靈要好好的 那就感謝月夜淚 逆淚大老師 是的 是的 蕭花靈這次是真的很認真去做的 看得出他 他不是以前那種 不是環戰那時候 蕭花靈 其實近年有很多套 他真的算是這樣的 近年好很多 那這次他都 我看得出他很樂力去做 甚至我也要讚的 就是他戰鬥畫面是不輸蝕的 是 包括是初初他在小時候和他爸爸做訓練 他暗殺那些畫面 或者是之後他和他的女伴去 走行不同任務 甚至最後最後打那把神器的勇士 說不說得我們都劇透了 透了 他用最後那一招破滅魔劍 真的破滅魔劍 真的破滅魔劍 隱力 隱力 地心吸力 宇宙間的慢有隱力 欸 那他比光田魔尼更厲害 他有計過隱力 光田魔尼是計漏了隱力的 那個是宇宙戰 那他就把那些針 扔回來 最後打地球 沒事沒事 他忘記了星球是有隱力的 光田魔尼 撇取這個破滅魔劍之外 其實他那一場是寫得和畫得是好的 還有我看回寶原 他自己裏面都有說的 他說他那個破滅魔劍 他說其實他怎樣會有這個想法呢 就是美國LASA那邊做的那些研究 研究會不會丟一些金屬下來 利用那些慢有隱力的拉下去 就會變成一個很強大的炸彈 但是在我們現實世界那裏 他就有很多問題解決不了 但是在他裏面的魔法世界裏面 可以用魔法去減低那個封阻 或者是他裏面燃燒 把其他可變因素固定了 是的 那他就可以用魔法去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就可以做得到 那我覺得他這些解釋是 有一點點給我那時候 看Lo Game No Live 或者是比較科學向的那類書去寫 他是給我這種感覺 是OK的 還有是真的想不到他用破滅魔劍的 那一刻我以為他是用其他魔法 或者是甚麼但他說他是暗殺者 所以其實我走出來和你打的那一刻 其實你已經注定輸了 因為他已經算好了 那我覺得作為一個暗殺者的 motive其實是寫得OK的 但是這樣說 是叫那個養者不要看上去 哈哈哈哈 他不想看上去 他一看上去就糟糕了 哈哈哈哈 是 但是也這樣說 大老師的寫作手法和他的方向 我覺得是太過片面了 有時 甚麼片面 大老師不是這樣說的 對 為甚麼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他裡面某一些情節 他好像做到很處心積慮 好像很多字契 但是你想想想就發覺 其實你可以寫得深一點 包括甚麼呢 就說主角其實在他滿屍之後 就說他爸爸給了一個假身份 就是說你除了做暗殺者之外 其實你要用不同的身份 那麼主角也都明白 因為他前世都做過不同的身份 他說他有 簡單隻Batman 你平時記得做個黑黑公子 Alfred都跟老爺說 是啊 那麼他就給了一個商人的身份 他就去了一個新的城市 就想培養他的實力 那麼他培養實力的方法 就是說他研發了一種新的商品出來 就可以令到所有貴族 就趨之若無 那麼他就研發了這個Lotion 噢 給了一些Lotion 給那些夫人去塗 對 就臉滑滑滑滑 這樣就令到他們好好賣 那麼其實呢 這條橋我們都看過幾次了 就是那些用現在現實世界 我們所有的東西 就帶過去那邊去用 就是包括我們之前看過那些小書廁 洗衣服 洗衣服那個 和珍也有 和珍也有 他還跟別人搞一盤 在賣東西 我問他要搞壇生意出來 哈哈 我現在有錢的了 我搞壇生意 很久有錢了 我不去冒險 沒什麼險 我現在找不到錢 還冒險什麼 但是這裡就會 只是那樣東西 已經令到他說 他兩年之間 已經清白了所有的情報網 商界 這樣呢 我就覺得反而 對啦 因為你無論小書廁也好 或者其他異世界動漫也好 他都說其實不只一件事 有不同的東西去配襯 或者其他東西 他一邊就寫得好像很詳細 但是你細心看 你就發覺其實都是很片面的那樣東西 嗯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一個是個人感官而已 他都是有大老師那種用性來做那種吸引 那種視覺或者是 我不知道在文字上也有描述的那種吸引 無論在動畫裏面的表達 他都是有意無意之間 去用女性的東西去說給你聽 其實都是用那樣東西來吸引你 那便好 那邊那邊是用男性的身體去吸引阿叔 那邊就直接一點嘛 那邊是道士喜澳來的 對呀 那邊他養了兩個 一個就是自小陪養大 一個就是在那邊的菇原院撿回來的那個 那兩個就在那裏 會陪他睡的 他人都成長了 然後就睡醒的時候 就聞到為何有些奇怪的味道在那裏 然後就揭開了床 就看到自己下面濕了那些 那類的東西 但是之後的劇情 然後就說他查到原來 那時候跟他睡覺的時候 經常都在那裏 為何旁邊有兩條女兒 你不要自己走出去找雞鬥 你找到妓院那裏解決的 那些奇妙 我就看不明白他做什麼 他裏面就在那裏說 你倆是我的家人 我不會對你倆出手的 這樣去寫的 但是他加這些劇情 我覺得好像有點 沒有必要 也很奇怪 因為他其實裏面 內心描寫的時候 說到他自己 是沒有什麼這方面的興趣的 但是那時候 突然就交到劇情 又說他 我查到你那時候 他叫雞 那些 如果他這樣寫 其實不用這麼說 如果他只是說 那裏你不知道 記者才是收集情報 最多地方 怎麼辦 我覺得奇怪 你不如大老師 我會煩人想到 就不是大老師 沒錯 還有阿南哥剛才說 他寫的東西 就不是很入獄 其實我現在看回 他整個季動畫 只是製作了 他小說的第一本 已經製作了 一季動畫出來 可想而知 他裏面的情報量 是多麼多 而不是蕭花靈境嗎 應該說 其實是的 蕭花靈境來改編 有時候 他有些東西 捉到一些東西 是改得很有趣的 是 那就做到了 還有一個句 就像我上次說 大老師是有他厲害的東西的 他厲害在 他真的可以混合到很多東西 雖然你會看到很多 其他作品的影子 他是 但是他會混合得不錯 還有他 砌積木得利 他是快手砌到 嗯 就是我上次說 不是每個人 寫不知多少年寫 都寫出來的 你總要其他不斷 密密密密密密密的 那對出版社會 就是密密密密的 所以大老師就很容易 封發 整個Twitter可以有些好東西出來 還有一句 大家看這套之餘 聽我的節目之餘 可以聽到友台 聽到電話Otalk 那邊主持L妹 好像前面有做一集 我有聽到 這個大老師監察院 你打大老師監察院 六隻字 找到了 大老師監察院 有些很危險 因為現在日本有的網民 經常看著 月夜雷大老師的Twitter 有很多爆發的東西 就算他這期做這一套 也有很多爆發的東西 很有趣的 大家可以聽到 這套作品可以 像剛才我所說的 見紙 我們看了 雨公天和 本道風 那一套就有另一份樂趣 現在是看了 又有另一份樂趣 那這套 差不多 再說另一套 就是世界盡頭的騎士 那這套東西 其實就是 我自己初時 做展望的時候 我還沒看 那之後 我找回來看 我自己 挺滿意的 這套東西 他在說 主角其實也是轉生的 但是他裡面 其實轉生的內容 其實不是 好像平時我們看 異世界翻那一類的東西 我反而覺得 我覺得是像一些普通的人 在那邊生了出來 然後就被人撿了 就是普通一些魔幻世界 冒險故事 是啊 像普通的冒險世界的故事 多於二世間翻 如果你說他轉生前的經歷 跟他現在今世人的經歷有關 就是上一套就是 他之前是暗殺者 所以他轉生 用他的知識 我覺得這一套 反而是跟他轉生後 跟他家人的關係有關 因為他說他轉生前 他跟人的關係不算太親密 他相親 我沒記錯 也不算跟他太近 他是轉生到過來之後 被那三個 養了 真是當他們家人 一個爸爸 一個媽媽 一個爺 也是三個很厲害的勇者 去培養這位主角 Viu 而Viu 我覺得是 培養得很成功 和他寫得很成功的東西 他是集合了三個 他的長輩之場 就是 頭五集是說 他三個父母 和爺爺 怎樣去訓練 去培養他 那五集是寫得非常之好 無論他跟他三個之間 不同的親情 例如 爸爸就是一個直衝的騎士 經常用一些很厲害的 不怕死的方法去打 但是 他 他未變Undead之前 是衝到別人的敵陣那裡 別人用一把長劍去 自己用心口去接著別人 然後他可以屁股別人的那一隻 噢 他用血肉之軀去做 他就教了他的兒子 也是這樣 哈哈哈哈 但是這樣說 他同時也知道 這種不怕死的打法 他也提醒他 就說 戰士的戰鬥重點是什麼 是啊 但是同時他媽媽 就會走出來 就是教訓他們兩個 你不要減教他 不要教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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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神經病 媽媽就是教一些 知識上 或者因為他很虔誠的 你當是一個修女無醬的 一個媽媽 就教他知識 他說 你作為一個人 你不可以沒有知識的 你要虔誠 他其實這一套有趣的地方 他對神 尤其是祈禱這件事 射得很重 因為他說 每個人都有神的家戶 他也可以選擇不同神 那麼他們幾個選擇的神 是一個已經不算太多人去崇拜的神 所以他的神力未必是有這麼多人知道 但是他說 因為他當年受了這個神的加持 所以才可以打敗他們以前想打敗的敵人 主角最後得到的加持 也是順應了天命 因為他說每一個神給你的加持 也會決定你的命運 他這件事是寫得很史詩式的一件事 另一件有趣的就是他爺 他爺爺是前世的魔法師 也是一個賢姐 他教他什麼呢 錢 錢是萬能的 那件事很實際 魔法也有教的 財富密碼 但他除了教他魔法之後 他教他俗世來說 錢是一個不可以沒有的東西 應該是教現實的東西 你有沒有教他一些很正確的價值觀 這個位置是錯過的 但是他們三個之間的關係 他親情頭五集已經寫得很好 今季裏面寫得最好 和令我最驚訝的是這一套 是 還有就是他戰鬥方面也不需要 他戰鬥是寫得很紮實 我用紮實這兩個字 因為他不像前面那兩套一樣 是很厲害 即打到V1 或者有破滅魔劍 這一套是寫得紮實的 他也有魔法 但是他打的方面 都是很講戰術和肉搏系的 雖然你看得出他的預算不是很高 但是他裡面打的那些位置 重要的那些位置 他給了你 還有他不會崩的 嗯 你會看到線條會比較簡單 還有那些動作就有一點生涯 但是他所有那些 要有的東西都齊了 他都很認真去做給你看 還有我自己是比較喜歡 好像阿南哥所說 他一開始在那裡養 就是在那裡教他那十多年 我覺得那幾集是很好看的 那之後出去的那些 不是不好看的 因為其實他裡面說的故事 就是說養了他那幾個暗爵 已經是幾百年前 200年前 200年前 那時候他犧牲了自己 去拯救了那個地方 那男主角就受了他們養完之後 然後就出去真的入世了 之後呢 其實是有點像普通的那些 那些異世界翻 就是出來屈記那些 因為他自己已經練到很厲害了 你當他練到九十九才 就出去打新手村那些 那些那些 那些位置呢 其實我覺得就 很普通的異世界翻 但是有一些位置 他寫一些世界出來 我覺得很有趣的 就是他 經過那二百年之後 裡面那些人 是當了那三個人是英雄 會說回他們三個的事跡 流傳後世那些 然後他自己就覺得很安慰 你三個原來還有人記得你 這些位置其實我覺得寫得很好 但是他自己本身也是一個 入世未深的年輕人 經常都好像 你這樣被人欺騙 然後拿著一袋錢 就說這些夠不夠錢 這些金錢觀反而是有些奇怪 賢姐搞得不夠 賢姐不夠好 賢姐不夠好 他教這些位置 還有Will作為一個主角 跟其他二世界翻的主角有些不同 他的親切感是比較好一點的 還有他因為那三個長輩 教得他相對比較謙卑 還有他的職業 不是好像其他的勇者 他是作為一個神官 他打的打法都是很多時候用祈禱 還有就是用後換的方式去打 當然他有一些近字的方式 我不要太說 他一下子飛去砍死這條龍 不是 拿手刮拿死這條龍 你明白嗎 鎖他嗎 那一刻很緊急 那一刻我都笑了 但全場的人都靜光 全場的人都靜光 司機減速 但他寫過隊員 因為他之後也有不同的同伴 但隊員不是一般RPG 你覺得是魔法師 一個騎士 一個劍士 一個弓箭手 他是一個精靈的弓箭手 一個商人 一個任由私人 就組成了一團 我覺得那個團隊的互動也做得好 例如那個商人你覺得做些什麼 他就是說 例如他剛才因為城市 他去到就看到一條龍在侵襲 他在情急之下就顯示他實力殺了他 然後第一次出來的那個是商人 商人立刻跟大家說 哇你看殺龍的英雄 大家多謝他 然後他用這件事來 令到Viu的聲明可以增長 而同時可以利用這件事來 可以在城裡有更多的bargling power 這件事我覺得是有趣的 而這件事就是他寫Viu跟其他那個城市的神官 那些政府的人的互動是做得好 例如他進到神殿 因為他說我都要登記做神官 我都要去我相對的神像那裡做祈禱 然後進去那些人經常說 你看看大神官很俗氣 就是經常跟政府官員在社交流 又不祈禱 然後又賄賂還是怎樣 覺得他那些是不是走色才氣很厲害那些壞的主教 然後你一步步看到故事 退盡發覺他不是 他反而是最虔誠的那個 他問Viu就是 你究竟知不知道祈禱 人家神加持你的意義是什麼 他就是說 這個是神借給你的力量 你這樣經常用 你反而令到那件事不神聖 就是用其他方式去做到他做的事 就不一定是單純用祈禱去做 他就說你不可以濫用神賜給你的加持 你濫用的話 你最後那個加持就變得不神聖 而他是最虔誠的人 因為我入世 我用逐世的東西 去令到我可以彰顯神的功用 或者是其他東西 所以Viu之後才發覺原來他才是最虔誠的那個 因為他最不浪費那樣神力 或者是他才是為了他的神子去做不同逐世的東西 聽你們這樣說是寫得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是的 我是很驚訝這套小說 或者這套作品寫出來的東西是很紮實的 你不像剛才所說的大老師那些東西 很新鮮 他要銷售那樣東西 還有他的對象群可能也有不同 我覺得真的 但這一套我一直看到 最後那一集我都覺得 哇他寫的世界觀 Viu本身對於角色的描述 或者他有一集就是講到 因為現在還沒播完的 我也看到那集就是他很責怪自己 Viu因為他跟他同伴去打那些怪的時候 他很放心給他的同伴去打 但是他發覺原來他的同伴不像他那樣 跟不上去 跟不上去 因為他自己其實是很難刺激的 悟空那樣的 就是當他等級都差不多盡了 然後其他那些可能幾十等級的那些 所以他自己一個人是可以處理到的東西 他以為別人可以幫到他處理 但其實別人是做不到那樣東西 但聽到這句就寫得有趣的 其實很有趣的 他寫神和主角的關係寫得很有趣的 他作為一個神官 他祈禱或者他對神給他命運的想法 其實是寫得很實在的 這件事是很驚訝的 所以很推薦大家去看這套東西 這套的文氣是重點多些 但是聽到文氣OK打就打 打就打到東西 但他不是一個很重點的東西 是在他那裡寫得很小 沒錯 這套也是我寶藩的名家之一 因為聽到你們兩個 這季裏面也保持著很推薦 沒錯 接著來到這一節 最後一套你講的作品 不過軒哥就說 看完好像有點失望的作品 因為播放之前 本身都是備受重視的 呼聲都很高 因為兩大大家都覺得 很多佳作推出公司合作的作品 Mapper加Math Hub 就是稍微有看過動畫 聽到都很扯扯的 聽到都很扯扯的 但是我記得我看了頭 就是說那個世界觀上 就是現在不能播音樂 因為音樂就有點怪出來 這樣 而男主角就是很喜歡彈鋼琴 但又不彈吉 但之後就原來設定是類似 他是做指揮 原來他是指揮 而他旁邊的拍檔 就是得到他指揮的能力 變成好像有套裝去打 類似是這樣 然後就是在那個不能夠有音樂的世界裏面 就是他好像要怎樣解決這件事 音樂戰 打怪物 打怪物 他有一些外星的隕石來到 然後有一些怪物 然後開頭就有一些公路電影感覺 我看頭的集數 其實全部都是公路電影 即是保持著每集遇到那些人 那些東西 對 最後進入主線 就是要去哪個地方解決這件事 對 那我自己為何會說有些失望的地方 畫面絕對就清不上差 但是他初頭第一畫出來的那種經驗 去到之後的集數相比 是很明顯有個落差 第一集的畫都挺瘋的 對 頭那幾集都可以的 但是之後看到一些畫面 就比較普通一點 那麼他去到最尾的時候 其實都有提升 亦都是引申去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這套東西的主題是音樂 嗯 那麼我預期你裡面的故事 就是跟音樂做主題 那麼他有 他裡面打的那些人是交響樂團的 嗯 那麼他自己的命運啊 那些什麼天堂啊 地獄啊 那些全部都是交響樂團的 那些歌名來的喔 怎麼會不音樂啊 那麼他不就是勾打咯 哦 那麼他跟音樂有什麼關係呢 男主角是彈鋼琴的 你跟我說他現在做指揮 那麼我自己覺得你整套東西 你就是整個世界觀出來 跟著勾打了他 嗯 那就算了 可能真的純粹引子落遊戲 又不搞太多東西 但是好像太少了 雖然他是一隻手機遊戲的宣傳來的 是的 那我不排除他之後 在一隻遊戲那裡再補完多一點點的東西 但是就我單純看這套動畫呢 我自己看不到你跟音樂的連繫在哪裡 就是他自己的名字用了他 就是譬如 男主角他是彈鋼琴 彈他很厲害的 突然間你跟我說他可以指揮別人 去打咬人 那兩件事有什麼關聯呢 我是看不到的 完全不明白他做什麼 那麼他打那些怪 他的設定就是他不喜歡音樂而已 但是實際上我又不覺得有什麼 譬如給我的感覺是什麼呢 那時候看Spider-Man Vanom很討厭一些刺耳的聲音 然後你可以用刺耳的聲音去打咬他 是的 他都沒有 即是沒有特別的關係 即是如果給我幻想 即是我還沒看之前 我在想的時候 男主角他彈琴 彈到他很刺耳很刺耳很辛苦的時候 接著女主角去補刀 做這一類的事情 我自己會幻想到 或者哪隻怪用哪隻交響樂的方式去打是比較厲害的 我彈得比較厲害的 他就比較辛苦 這隻最怕管閻樂的 我讚好管閻樂 這隻拍Jazz的 我Jazz去對他 如果這樣 我自己覺得會有趣多一點點 但是現在你是純粹地勾打 我在指揮他 然後一砲射過去 落黑泡去砲 就死了 那我看他什麼勾 那這個關聯性和音樂真的比較少 但是故事又如何 故事就是在說 那沒看 劇透了 他們就去到 他在交響樂團 團長就說 他自己很認真音樂的 蛤? 是啊 很認真音樂的 就想跟那些怪人聯手 搞到全家產 那就最好了 這個世界最好 沒有音樂 那我就打勾拆你 哦 打勾拆完 完 即是打勾拆完 打勾拆完 打勾拆完 然後男主角分生命的力量 就給女主角 最後 那個人開始 不太行 那個生命力量 差不多沒有了 然後女主角 就犧牲自己 就說 嗯 那我搞定了使命 然後我就消失了 消失了 消失了 他畫面 是做到很唯美 很妻美 但是我看回他的故事 我就想 到底我在看什麼 這套是製作上 都有花水樽 但可能在劇本上 就差一點 你聽說應該是 其實本上我自己 是比較失望的位置 那畫面 我不可以說他差 那的確是做得不錯 有很多位置 但是我會覺得 是浪費了一些作畫 還有瓜刀的牌頭 始終很大打的期待 你出來的故事差一點 就好像還沒到過 享受水平 聽說有點失望 我自己就 真的不是太喜歡這套東西 我自己 因為真的純粹勾拆 而你打 我純粹當作打片 爽片 放空的腦袋去看 你又 你又 有些光波去來 光波去去 那些 你真的 近身打的位置 又不是做得很好 OK 變了我就 個人是比較失望 我 OK 那這套 大家看看 當然也看 comment有趣 我看有些都是說 嫌過故事差一點 可能人物漂亮 或者打頭好 都是主要一樣 但故事好像大家都差不下 我看見像大家都 有興趣就可能 等他們的遊戲出來 先去看 那我自己就 過了 OK 那我們今節說的作品 來到這裡也差不多了 那下節回來 會有另外的一堆動畫出場 有些可能是輕鬆一點 有些可能是 那時候不是 下節回來 真的有什麼作品 有些可能是 有些可能是 在前一季 但是二十多集的作品 也在說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下節動漫戰隊繼續 沒有我 有些人